久违久违终于回到了我的商业评论老本堂频道 最近的娱乐圈可太太太热闹了 本宫可来晚了 好生热闹 流量明星接连翻车 有的人一夜之间悄然生气的就被全网封杀 班底公关一夜之间白了头 有的人奋力挣扎多年 终于实现了自己的诺言 把自己成功送进了监狱 LB团队也只能强颜欢笑 嗨 没关系 进去了就进去吧 我们很快就能找到下一位 有的人则因为民族立场不正确 吓得LB在大半夜紧急测下 所有广告一臂风筒 还有的人官宣Prada才几天 Title都还没有午热 就被品牌方无情的解约 所谓事不过三 可如今一而再再而三 我相信大家都有这种疑惑 你们这些失耻大牌一天到晚 找流量明星代言 究竟是为了什么 因为他们都是抖安皮痒 我想被大家骂 短短魔幻2021年 四位顶流明星接连翻车 奢侈大牌以后 还会找明星代言吗 毕竟非常懂得明哲保身的爱马仕 他从未请过任何代言人 但他却能够持续抢占市场的份额 让无数的富哥富博为之倾倒 其他大牌是否能够从爱马仕这儿取取金 而爱马仕这个品牌 用的又是怎样的营销逻辑呢 你们难道就不好奇吗 要回答以上问题 首先我们必须得搞清楚 在所有奢侈品牌找明星代言的这些事件当中 真正的主角是谁 朋友们 这个句子里奢侈大牌才是真正的主语啊 而明星只是找这个动词后面的编语 明星只是一个工具 他们想借用这个工具 达到品牌真正的目的 而品牌真正的最终的目的 就是品牌不能被大众市场忘记 要实现一个目的方法通常有很多种 可是为什么那么多想要被大众熟知的奢侈品牌 在面对中国市场的时候 都采用了找明星代言这个手段呢 难道是别的手段不好用吗 well 别的手段当然也可以 但是明星是最省事的 为什么 是这样的 有这样一个前提 当你是一个集团 一个品牌大公司的时候 你是很难面面居到的 不同的业务要交给不同的专业人群去负责 来自欧美的奢侈大牌进入中国市场之后 自然是要组建中国的团队 品牌的中国区公关 是需要向总部汇报的 大家可以这么理解 把总部比作你的老板 而中国区团队就是你本人 请问 当你要向老板汇报你的工作成果的时候 什么东西是老板期望看到的 那必然是好的数据和不错的业绩 对不对 可是呢 大众对品牌的印象到底如何 是无法被精准刻画出来的 但是数据却是最直观的 找一个明星代言 把微博转站屏的数据 往总部一丢 然后再加一些词句来认色一下 哎 夜天洋洋洒洒的报告就出来了 所以甚至大凡能疯狂找中国明星代言 背后的原因也许不是因为 你们家哥哥姐姐的时尚表现力有多么的强 也并不是因为设计总监本人 有多么的青睐他们 而这一切也许只是中国区公关门 选择在工作时间摸鱼的结果 中国区公关都应该感谢这些明星粉丝们 谢谢大家努力帮我们做数据 总部糊弄起来 So easy 开玩笑 正在看这一则视频的公关老师呢 别生气 我知道大家其实是有在努力工作的 明星代言只是品牌进行营销的综合手段里的其中一环 有的明星事还特别多 所以公关老师们其实都很忙 中国市场是全球目前走在数字化最前端的市场 也是全球最依赖流量明星的市场 所以公关找明星其实也是综合考虑之后最高效的选择 既然明星是流量密码 那么明星一旦代言 第一热搜肯定跑不掉 大众会更熟知这个品牌 第二 所有的时尚娱乐资讯号他们也有自己的KPI 都是人精 安心做内容 看的人不一定多 但你只要发布明星与品牌相关的信息 那粉丝的互动数据一定少不了 当大家都掌握了这个流量密码的时候 我们这些消费者又撑等待被割的韭菜们 在社交媒体上刷到的资讯 就会被明星代言的资讯给塞满 五明星代言大牌 五明星出席大牌秀场前排 五明星穿着大牌衣服出席活动 五明星穿着大牌登封面 就没完没了了 交情那么些天还不够吗 时尚行业发展了这么多年 糊弄人的本事是很有一套的 而这构建起来的金字塔的结构 的确是会让普罗大众感到非常的敬畏 取一个最感同身受的例子好了 大家看到一些很丑的东西我们不仅不太敢说他丑 而且还得自嘲一句说 好吧 看来是我们不懂时尚 而我想说朋友们给我支撑起来 不是我们不懂而是他们就是丑 我们自信一点好吧 就是丑他们就是丑 因为明星是流量密码 所以杂志为了卖的更好 会给他们拍封面 尽管封面可能拍的真的很拉垮 但没关系有粉丝共评 反正登了封面明星就有所谓的时尚大刊背书 而时尚资讯号位的数据就会闭眼花 发通稿呼吁大家来get明星同款 给你洗脑 明星同款就是好品位的证明 而普通大众是会很轻易就相信这些权威时尚媒体的推荐的 然后品牌业绩自然就上去了 所以真正的现实就是 当品牌关税某些明星代言之后 帮助业绩上涨的工程里 不只有明星们真正占了销售额的大头且持续发力的 其实还是那些听了所谓时尚媒体建议的有钱的大众 而这儿就是选明星代言背后的营销逻辑 这是一个完整的商业闭环 所以选明星代言对提振业绩的确是有效的 但明星是否是真实上的呢 这就不一定了 因此以后如果再有粉丝在你面前 我脑吹自己家的明星市上icon的时候 上了多少杂志封面 时尚商业价值有多高 那你就把这一则视频甩放在面前 我觉得我们是要重新夺回发生的权利 丑就是丑 好看就是好看 时髦就是时髦 我们就是要大板自由的说 我真的好讨厌好讨厌粉丝控屏 回归正题 看到这里有了小伙伴可能就会有疑问 品牌为了曝光度 请了不对的代言人或者代言人出事了 这难道不会所谓品牌的价值吗 风险是不是有点大 大家的这个担心情有可原 但其实对品牌来说可能有一点点大可不必 你可以去看看LV现在的线下门店 就算是代言人出了事 该买的人还是会买 大牌门店依然是大牌长龙 很多包带依然是一包难求 Prada代言人出事之后 股票也还是在持续的涨 说实话 真正有消费能力的人 大概率也不会在乎是哪个明星代言 而是更重视产品和品牌文化本身的 之前也有网友私信我说 问我怎么看待TOTS 冰形显招 找颇有争议 风平两极化的 肖战座代言人 我同样还是那个回答 这的确是品牌的一场豪赌 但无论如何 品牌反正是一下子就被大家熟知了 然后后面的销售数据 客观来看 的确是卖的还不错 我觉得其实是不错 可以说是非常好的 因为官宣之后 TOTS价值一万元的手带 在十分钟之内就全部售清 可以肯定的是 一个粉丝众多的肖战 绝对能够为TOTS 带来短期的大幅度的收益增长 至于长期如何 当然是有在观察 另外一个可以肯定的是 一个肖战 也绝对无法让TOTS 这个品牌倒闭关停 这怎么说呢 大众的一些担心 其实真的是有一点点 略显多余 从时尚商业评论的角度来说 品牌才不担心过度曝光 他们只会担心自己被遗忘 无法冲在市场竞争的最前线 一个拥有厚重历史积淀的品牌 如果代言人带来了负面影响 他们也是完全有能力 化解这场危机的 毕竟明星自己做死 品牌方立马和他解约就完事了 这和品牌本身自己做死 其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前天我提到 选明星代言是一个完整的商业闭环 当闭环出现的时候 我们就得考虑可持续了 要不然这就是一个 无限内耗的过程 光是一个Dior就签下了十几个 一个香奈尔经常合作的 就是周迅 刘文 王一博 景博然 陈伟廷 新子雷 有诗诗等等 不过不得不说 香奈尔还是难回找人的 当品牌都尝到了 找流量明星的甜头 并后置后绝 找代言人哪怕以后出了事 自己也有能力化解 后续潜在的风险之后 品牌在中国市场 就开启了一窝蜂 找明星代言的现象 但如今可以明显感受到 中国的流量明星 已经开始不够用了 一些咖啡明显不够的明星 也能收获一堆奇奇怪怪的 品牌代言抬头 头部流量全都被挑走了 剩下的可供选择的明星 带货能力不足 更可怕的是 明星形象与品牌不契合 品牌价值受死 品牌在大众心目中的印象和地位 缓慢下降 比如吴轩宜和Visachi的那个合作 就是真的看不太懂 这两者可谓是一点也不搭掉 在这个时候 找明星代言可收获的回报 就没有以往那么高了 可是时机就是这样 措施并不再有 就拿买房来说 90后买房 就是比我们父母那一倍难十倍 我们没有敢在房价 大幅度上涨之前买房 于是自然也就无法享受 房价非常之后带来的财富增值 所以此时此刻 品牌们就不得不另地蹊径 接下来请大家答题 如果找中国明星代言这个手段不再好使 他们还有别的方式 吸引中国消费者的注意力吗 5秒时间大家请快速开动脑筋 我来公布一下答案 那就是找韩国明星代言 那么为什么找韩国明星代言成为了大海门新的发力点呢 韩国男团BTS以及我之前早早就总结过的Blackpink 比起本土流量明星 他们的优势又在哪里呢 以及为什么爱马仕不需要找任何代言人 就能登顶奢侈品牌金字塔呢 预知后事如何 请大家多多点赞 创作不易 想要各位朋友们一个轻轻的点赞 这部过分吧 我这次想带大家完整的洞察奢侈品牌 找明星代言的底层逻辑 内容很长 下一期正在路上 请大家持续关注 我们下期见